荒联县有三个山地乡,山包有两万多人。 在政府刻意照顾下,大部分山包的生活已经获得了改善, 但是仍然有少数山包住在传统的老屋里面。 荒联县山地省议员陈雪毅, 今天在秀林乡长詹荣文的陪统下, 巡视了这批由政府补助改建的住宅。 山包们都对政府的责政表示由衷的感激。 由政府补助新建的住宅一共有四百多户。